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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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当时的诊断标准 因为当时诊断标准第一条很重要 一定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 这个资料表示 它是肯定的有人传人 这个现在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武汉或者去过武汉 所以现在我的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 是不要去武汉 这个实际上是有些传染性 因为它的传染性呢 因为它的现在已经存在有人传染 同时 医务人也有传染 就回家休息 突然回家一休息 出现了胃寒 然后全身乏力 然后一摸一量那个体温 虽然七度五 我说完蛋 更多的Gial's co-workers 开始发现症状 这样一个非保护的一个接触 这也是恰恰造成最终我们一组的医生护士 全部被感染的原因之一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知道这个疾病的传染性还是蛮高的 Wuhan's 38,000 licenced medical workers were stretched thin as the virus progressed as people turned up at fever clinics the city's health system was buckling under the strain 忙不过来 从来没见过这种架势呀 这种重势呀 一个病人后面跟着一排病人 一个圈的病人 看着就是就有一点绝望的感觉 感觉到不了头 24小时不停的还是有就是打不完的病人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lockdown Work began on a new hospital The new Huoshan Shan Hospital would have 1000 beds specially designed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 我们每天工作就是能够把事情能够往前面 就是能够快乐 就尽量让它快乐 But one new hospital was not enough A second emergency hospital promising another 1600 beds was planned 这次是因为是什么绝望的 我们在下一个大型的病人 看看我们在下一个多年 我们在下一个大型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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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下一个大型的病人